近几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常被网民批评沉闷至极 收视率也不尽理想 就连美国媒体都喊出 奥斯卡已死的论调 但谁都没想到 本届奥斯卡竟然被票房皇帝的一个惊人之举 缔造了全球最热门的话题 石头肖将可说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最会激怒人的超级贱嘴 他这次拿票房皇帝的老婆 因疾病而剃光头的样子开玩笑 真的一点都不好笑 而且非常具有冒犯性 难怪票房皇帝听了之后 忍无可忍冲上台怒打石头校将 这一幕也让现场所有人和全球观众都惊呆了 打人的票房皇帝之后还戏剧性的夺下营地宝座 并发表了热泪银筐的得奖感言 这真的是比电影上演的剧情还精彩呢 据了解其实票房皇帝打了人之后 曾被主办方要求离开颁奖礼现场 但被他拒绝了 主办方好像也将对他采取纪律处分 不管是什么情况 使用暴力就应该被谴责 难以置信的是 在演艺圈混了那么多年的票房皇帝 竟然会相信拳头 在EQ方面还需要多多提升啊 但我觉得石头翘将也很不对 他完全没有拿捏文笑的尺度 希望他挨打之后能好好自我检讨 有趣的是虽然不少网民都大骂石头校将 但这也让他人气倍增 他举行了世界巡回个人脱口秀 多个场次的门票已受庆 黄牛票还被炒高至七倍呢 这起事件发生后 有人支持票房皇帝的护期举动 也有人可怜石头校将被打 无论如何 还是希望这世界少一点纷争 多一点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